大家好 欢迎来到白美老鹏 我们的有机小菜园 今天的题目是 乡村绿芽也很香很好吃的 在国内出售的绝大部分乡村都是红芽 很多视频里面都说红芽更香更好吃 一般在室内种植的乡村 因为温差不够 一般是很难长出红芽的 一般都是绿芽 我们这里的三月底还在下雪 所以说还不可能三月份 甚至四月份都吃不到外面种植的乡村 要到五月份才可能吃到 很有意思的是 网上官方网站上却说 绿芽比红芽好吃更香 刚好我们现在 4类育苗的一部分乡村芽 长出一些绿芽 我们今天就不妨采收一下 尝一尝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很像很好吃 最好不要用剪刀 特别是对这个四月玉的这个乡村苗 用这个手捏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预防感染 亲自采出这个乡村绿芽 真的闻到了这个正正的芬香味 很有意思的是 知道这个到店里上班工作的时候 这个香味就在鼻孔里面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左右时间 真是神奇的经历 很有意思 现在至少验证的是这个乡村绿芽是很香的 但是这个红芽是不是更香的还不知道啊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验证 对乡村芽 桌水处理是必要的程序 因为这个乡村芽里面含有很多这个芽硝酸盐 在开水中烫过四十五秒钟时间 它的芽硝酸盐的含量会下降83% 所以设定一分钟时间比较合适 注意啊 桌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分钟太长 否则它的这个香味啊 以及它这个珍贵的营养价值 用价值都会流失很多 如果人体摄入过度的这个芽硝酸盐 会使这个肝肾严重的衰竭 甚至威胁人的生命 所以说中老人特别要谨慎 也不能多吃啊 一定要做水处理 做水处理以后呢 用清水稍微清洗一下 今天做一个乡村炒蛋啊 这是最常见的这个乡村菜啊 很好吃的 品尝乡村的药菊就两个字啊 新鲜 越新鲜越好 自己种的乡村 当天采收 当天吃不过夜 也是最好的方案 此外 中老人呢 最好不要采用卤制的方案 卤制完了这个乡村呢 它当时的雅 消息人含量会升高 一般要等两周以后 才能安全使用 都先使用这个橄榄油啊 这样做出来这个乡村炒蛋会更香 在前面147剂里面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乡村的高营养价值 以及药物功能 欢迎大家去看这个视频啊 这是一种民间的一种传说啊 就是说老年适度的这个正确的食用乡村的话可以延缓衰老 年轻这个适度的食用乡村的话呢 可以变得更加美丽啊 更加年轻 哈哈这是我说法 首次平常到如此美味分香的乡村炒鸡蛋啊 也许是因为自己家里种的特别新鲜的缘故吧 等到下一次我们能够在室外培养出红牙的时候 我们再与大家交流心得啊 看看谁的味道更好更香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点赞 咱们下期见